随着这几年电视剧行业拍出越来越多精彩的作品,让喜欢追剧的小伙伴们有点目不暇接。 不知追哪部作品好,其中杨子那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度非常的高,虽然很多网友看了没多久就下架了,但是为了上新播出做准备,也算是对这部作品的认可。 然而杨子在这几年也发展得越来越好,还记得作为童星的他已不加油儿女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之后为了学业放弃当时他积累下的名气,虽然很多网友都表示不解,但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,经过了大学的洗礼,才有现在这番成就。 之后杨子凭借着多部热剧再次回归到银屏,也给大家全新的认识,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之后,杨子又一部热剧相面沉沉浸如霜,又将和大家见面。 据说已经电报在8月2日上线,对于这部剧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了吧,剧中除了杨子之外,还有邓论,陈玉琪,罗云熙等多位热门演员,即将在江苏卫视和大家见面。 对于这次男主邓轮,大家也应该非常熟悉,也是这两年新进的演技派小鲜肉,最近和迪丽热霸合作的《一千零一夜》,获得大家很高的评价。 这次和杨子再度合作,让很多网友都表示非常期待。 除此之外,这次向蜜沉沉浸如霜的播出方式,也让大家感到惊喜。 据说是在8月2日后,将每网更新两集播出,这样算来预计一个月,就能够把这部剧给追完。 而闲来,天都更新不断,是让很多追剧的小伙伴们,都表示非常开心。 难怪很多网友都对这种播出方式都拍手点赞,不得不说这些年对于追剧的小伙伴们真的非常痛苦。 尤其是那些周播剧,每次到了最精彩的时刻,都要等到下周才能够看到,为此很多人都宁愿等到了这部作品大结局之后再追。 然而这样不管对追剧的小伙伴,还是出品方都是非常的不好。 相比之下每天更新两集版玩人性化多了,大家期待和香蜜沉沉进如烧见面吗?